今天來到節目現場 我是阿關 這不是新聞 這是你我的口袋 在今天我們 台北高市是都沒人了嗎 今天台股漲92點 台積電就貢獻了90幾點 換句話也就是說 今天就靠台積電一個人 就貢獻了我們所有的指數 其他人是在創新 所以我們等會來談談 這個時候該怎麼操作呢 來介紹 在今天來到節目現場的來賓 今天要請到資人分析師王映亮 大家好 大家好 以及林永明 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晚安 財經專家 賴西安 憲哥 歡迎大家好 大家好 萬寶頭部總監財名帳 大家好 邀請到網路觀察家朱學恆 各位大家好 在今天我們的股民Q&A 邀請的是一位上班族張佩珊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佩珊聽說你滿厲害的事 我們來看一下你的持股 你今天整理了你的股票 有金箱店 有銅智 有旗鴻 45塊52.2的收盤 70塊買95.1的收盤 46塊買55.6的收盤 都賺錢這麼厲害 都沒料的嗎 有啦 料的沒在上面 隱惡養散 等會兒來問問 佩珊有什麼問題也要問 同時佩珊的情節真的是不錯 但是他說有了 有料的 只是沒死在的明明 因為媽媽我今天上電視 她怕被爸爸媽媽看到 好 我們先來看 最近的重磅新聞是 何碩和她的子公司凱聖 在今天竟然突然之間宣布 同步暫停交易 大家問為什麼突然之間 暫停交易呢 就開始猜猜猜猜好 猜到今天下午答案出來了 何碩準備以每股87塊半 赤資145億 把她的小孩買回來 收購凱聖全數的股權 所以凱聖KY即將下市 那為什麼何碩要去 把小孩買回來呢 大家又開始猜猜猜猜 猜到誰了呢 猜到立訊 一定有跟立訊有關 到底為什麼跟立訊有關 卻又把小孩買回來呢 那是不是當然也跟蘋果有關呢 所以我們趕快請蔡總 幫我們來解謎一下 好 重磅消息 這個何碩以每股87.5元 比前一天的收盤 溢價的21.4% 這個溢價的幅度是相當的大 那總金額呢 87.5元 對 那凱聖呢 昨天最後的收盤價是75塊9 對 所以有21%的溢價 那不是明天才的漲停板嗎 對啊 一定吧 應該 重點是 他這個未來凱聖KY是會下市的 我們要了解一下 為什麼何碩要把這個凱聖KY給過病 因為過去這幾年 凱聖KY經營的並不好 都了解了解 去買了解的子公司要創什麼 一陀螺 他過去兩年 大概凱聖KY已經賠了36億 那今年第一季 一季又賠了13億 這史上最大的虧損的紀錄 那也影響到母公司 因為何碩持有凱聖KY58%的股權 所以他任列這個損失 讓何碩 他的營業利益也出現了虧損 所以他現在是連其他的42% 也要買回來就對了 對 外面的通通買回來 那現在有個問題 你知道做蘋果供應鏈 很辛苦的 蘋果越玩越大 那個什麼資本支出越大 你要玩的話 以今年第一季的話 核碩和現金的部位是601億 有很多錢 但是凱聖KY只剩40億 那你假如蘋果供應來 來 你給我添設備資本支出 要玩強化資本的遊戲 凱聖KY對不起 他玩不起 所以凱聖沒錢了 沒錢 了錢 了錢 了錢沒錢 好 現在我被 所以要回去做靠霸足就對了 我現在被核碩併過了以後 加入了核碩 這個金庫背後就有靠山了 但為什麼資本支出要花那麼多呢 好 所以我們來講一下 你說做蘋果供應鏈這麼好做 這麼輕鬆 不是 我們告訴大家 蘋果庫克的養套砂的手法 養的話大家很理解 我打蘋果光 營收獲利 股價 往上衝 是 要不要 要啊 對不對 好 那吃到甜頭了 接下來就套 蘋果有一個數字一項 大家不太注意的 後來發現 怎麼這個2019年的 它的一個資本支出的話 而只剩76億美金 比前年2018年167億 腰斬 腰斬 那我們知道 蘋果的資本支出 因為它沒有工場 所以大概是兩個用途 一個就是資料中心的採購 這是給蘋果自己用的 另外一個 買了生產的設備 你沒有工場 要生產設備幹什麼 因為蘋果一項供應鏈補貼 你要生產設備 我幫你買 所以蘋果供應鏈 供應商 工廠裡的客戶是蘋果買嗎 買啊 買啊 這樣不錯啊 這個就是套 把你套出了 現在變成 庫哥說 我們這個遊戲規則改變 我不再對供應鏈補貼 所以你看它資本支出 2019年掉了一半 我懂了 所以在2018的時候 為什麼資本支出167 它不是照理說 它不是製造商 為什麼要這麼高的資本支出 原來它要幫它的供應商 買機器設備 好 所以以前花了這麼多 那蔡總的意思是 到2019突然驟降到76億 驟降的這個將近百億 是因為它不幫你買了 對 那怎麼辦 比如說以機殼來講 你知道那個一台 數控的切割機 iPhone iPad的那個機殼的切割 100萬美金 一台喔 哇 那幾千台 你想那個是天文數字啊 嚇死人了 是 嚇死人了 所以你可以看 現在蘋果供應 過去我幫你買 你大概八成的這個設備 都是蘋果幫你出錢的 把你掏住在一個地方 現在遊戲規則改變了 你自己資本支出 所以你可以看到 那那凱聖怎麼有錢 所以凱聖就是第一個受害者 我們看一下 凱聖自掏腰包 買了6000台的機殼 一共多少 180億 所以他已經自掏腰包買過了 對 買過了 180億 然後他 喔 給他這些設備 都給他傳下去 結果iPhone的訂單 還是遲遲沒有下落 連虧兩年 剛才講的那個連虧兩年 那麼多 聯母公司 合作都受到影響 就是這個遊戲規則的改變 那我打個招 我問一下 那蘋果出錢幫你買設備 那因為我可能 不是只有借蘋果單 我有可能借三星的單 或其他手機的單 那我可不可以拿 蘋果出錢的記憶設備 去生產別人的單 想也知道 不可能 不行 沒有 扶克拿到那麼慷慨 那這樣子的話就慘了 你看凱聖買了設備之後 如果又是專屬蘋果 又沒拿到訂單 那不是慘了嗎 對 那個砸了180億 假如沒有訂單 那是一個閒置的資產 折舊 一直攤 一直攤 你怎麼撞得住 所以兩年虧36億 我們講個最厲害的 機殼的生產商 做到世界第一的 可曾也是受害者 怎麼樣受害者 有人說 可曾你接了這個iPhone 結果你看那個賣得多好 你2019年合併營收916億 那一年的最後盡力112億 但是年減60% 注意 減年60% 奇怪 iPhone的那個手機 iPhone XR 那一年賣得那麼好 你為什麼獲利緩而減少 原來前一年 2018年 光為蘋果資本支出就 111億利潤吃掉 好 我們看最厲害是什麼 殺 殺你 因為 所以你買機器設備 等於被他套住了對不對 對 現在殺 這個庫克最厲害的 這個絕招就在這個地方的殺 我們知道iPhone X剛開始一出來的時候 並沒有賣得很好 所以可曾在2018年的第一世紀 2019年的第一季 庫存大概都252億到244億 一季都差不多240 250 這就很恐怖 很恐怖 結果庫克就2019年 來 iPhone X給他降價 打85折 降價了以後工藝商說 你把供體時間分攤一下 我手機降價 你的供應業的報價 要不要跟著降 不降也不行 我倉庫一頭拉褲貨 我不降怎麼辦 你的庫存那麼高 你要消化庫存對不對 所以你就配合了蘋果去殺價 真的把可曾給殺下來 所以他營收才會銳減 對 獲利才會減少 一直到現在的可曾的獲利 尤其第二季的財報 也沒有起來 那我懂了 為什麼凱勝最後要做靠霸足 因為他沒錢 現在蘋果又不補貼 他又已經套了 因為他機器買了這麼一頭拉褲 要怎麼辦 你不接蘋果的單 那這些給別人做 那你去接別人單 將來這些機器不能生產蘋果 所以變得左右為難 只好回去靠霸 因為老霸有錢 但是說起來養套殺還算管用 你說殺完了台灣的凱勝 可曾應該沒有人了 對不起 大陸還一堆 等著你殺 力信難死 所以你不做人家 別人排隊要做 對 重點就這樣 蘋果太有魅力了 大家都要做供應鏈 林宴養套殺 好 那我們回來看凱勝 因為凱勝如果溢價21% 至少明天有一根 那一根是10% 接著是禮拜一 那就不一定會滿足到21%了 對 因為 所以明天搶得到的話也要快跑 對 但是至少以目前的大盤來講的話 其實整理了 個別股給你一支半停板 你也好像中熱透一樣 所以明天如果搶到至少有半根 隊伍公司 合碩的股價明天就很難講 為什麼 你全部進來了以後 又要玩那麼大的資本支出 又要養套殺 合碩你要有把握 拿到更多的iPhone機殼的訂單 你沒有拿到那麼多 其實這個策略 不見的勢力多 對 好 所以我覺得合碩的股價就很難講 我認為投資人如果明天去搶凱勝 應該是搶到漲停板 因為一開盤應該就漲停了 所以如果你幸運買到的話 也是買在漲停 剛剛憲哥說 夾夾夾夾 所以禮拜一大概有半支 你就趕快跑了 但合碩不要亂搶 對 因為命運很難講 所以我們也一併 現在半年報差不多了 真正平概股業績比較好的 2382的廣達 廣達第二季的EPS是1.6 這是大概這幾季以來最好的 但是他因為台幣升值的費損 還有廣民不是那個和解案 也拖累他 否則他應該一季要2塊以上 後來就只剩1.6 所以你不要搶高 假如未來跌下來的話 其實就廣達的獲利 以現在第二季的獲利 比郭董的鴻海更好 據說現在平概股NB比較好 對 再過來偽創 也第二季的EPS 也令人眼睛為之一亮 有賺1塊 一季就賺了1塊 而且最近都已經幾個月沒漲 這個也相對的比較安全 還有一個做鍵盤鍵盤的 2387的晶圓 這個就厲害 這個厲害今天幾度亮燈 對 這個我們也講過 它一季的EPS就超過了2塊 但是提醒大家 但是這個都沒有回 一路往上 就是看這個黑 而且今天出亮 所以有興趣的人 應該等拉回來 因為蘋果的產品裡面 筆電其實還是比較好的 好 所以在ABF這個區塊 雖然外資看得很好 但是還是要來看一下 它的股價是不是已經做了適度反應 不過在今天我們的股民Q&A 來了一位 這算人生勝利組 股市勝利組 因為我剛剛看到妳的 幾乎都是賺錢的來佩山 再給觀眾朋友看一下妳的持股 就有金香店 好厲害了 我剛剛就一直想要問 妳想要問啊 金香店我可以繼續報嗎 那剛剛不是 對...已經就會了 可以繼續報嗎 應該是啊 照光言下知識事 我們今天就把今天賣掉的一半 先追回來 他今天賣掉一半了 所以妳已經賣掉一半了 賣掉一半 因為我看其他兩檔殺成這樣 我有一點害怕 所以妳追回來了 沒有 我是說聽到這樣講 可以追回來 對...可以再追回來 那可以追回來嗎 目前看起來應該還滿穩健的 好 可以 那還有其他問題要問嗎 我想要問一下說 像齊鴻這一檔股票 它已經連續漲停兩天了 那會不會突然就是高檔往下 就是我應該什麼時候 或是看到什麼現象的時候 要去把它做一個獲利了解這樣 所以我就知道在股市裡 大家都在怕 泡的也怕 賺的也怕 你看 他明明就賺錢 怕這樣 他買46 在今天收55.6 來 意念回答一下好了 他想問齊鴻 齊鴻 其實 妳現在看起來是賺錢的 那妳就看一個點叫 我們看到齊鴻的K線圖好不好 好 來 看一下 因為妳是賺錢的 所以沒有必要急的賣 那出現什麼現象呢 就是說如果說 因為他連漲了兩天 可能隔天震盪機率會比較大一點 那妳就看嘛 這個是一個跳空缺口往上 只要這個缺口沒有被完全封閉之前 我覺得妳還不用急得出 因為目前來看 它後面的需求是還滿大的 所以這個缺口沒有被封閉之前 還是可以做一個續爆的動作 好 那妳不會又說 又要再買回來吧 還可以 再多買一點嗎 這樣我就有點想加碼 他現在好像錢很多 佩生 你是 我看他的這個持股 應該是比較喜歡追這個牆鼠的 好 但妳剛剛開場也說 妳只有列你賺錢的 其實妳也不是通通都賺 因為是說手上的持股 當然是有一些像 套的 對 要不要來問一下套的 也不是套勞 是已經就是賠錢出場的 已經賠錢出場了 那就不管他囉 反正已經賠錢出場 就不管他囉 可是我還是心中滿隱恨的 想要問一下 妳要問什麼呢 就是因為我空了那個長榮行 然後我每個 之前每個月都在等他的財報 然後財報一樣是那樣 可是我卻一直被他空 所以我就 這一檔標的我其實賠了滿多 我做空他 然後 你空什麼價格 我們就很關係 來 稍微放大一點好了 8塊多左右 8塊多 空在幾乎最低的 對... 8塊多啊 對... 所以是7月份才空了嗎 更早一點的時候 所以更早一點 對... 所以你空在8塊多 後來嘎到12塊4 我沒有嘎到這麼高 可是因為其實 我這一檔是賠了不少 然後我賠得滿不甘願的 所以我一直有在觀察他 什麼狀況可以再 能不能再進去空他 對... 現在要報仇... 他們航空要報仇 再加空就對了 但是你 我問一下那個心情 你當初看壞他嘛 所以你就空他 但是你被他嘎了 然後也賠錢了 現在報仇如果叫你做多 你可以嗎 在情緒上可以做 還是說我就是看他就是壞的人 我就是因為就只能把他放空 我很老實的說我不行 因為我當初 我當初在空他的時候 其實他的技術面向 其實都已經偏多了 可是我就是單純覺得說 你憑什麼 你憑什麼漲 我就是看他不會送的 所以我永遠這檔股票 我如果是報仇 我就一定要用空報仇 絕對不能做多 好 來... 他應該是空在疫情 那個爆發的時候 他覺得航空業 不是空的有一點晚了 對 飛機沒有飛嘛 所以你就會想要空 那你現在還想要再空 我覺得你稍微要停看 停一下 因為從他的七月份營收來看 他已經出現月增了 我們來看一下七月份營收 好 這是上來七月份營收 小幅度 月增率小幅度成長 雖然說還是很不好 但是年增率還是衰退57% 因為客運 那個客運摘客量還沒有恢復 但是現在因為 那沛現在一定會看到這個 沒有看到這個 對 他都不管這個 他都不管這個 他都討厭嘛 但是我先看到 你還要注意一下就是說 因為現在國外慢慢開始 疫苗的發展是滿順利的 如果說疫苗真的出來 那飛機開始解禁的話 那摘客量回溫的情況之下 你空在這裡我覺得是比較危險 好 那你就忘了他吧 好吧 既然這個男人傷害了你 你不要再去想他了 下一個男人會更好 好 那我現在就是想說 因為我當初買旗紅的時候 是因為看到躍躍啊 他就是股價很飆嘛 然後想說 那個筆電他們第二季的那個營收 好像相關類股都不錯 那是想問說 像那個筆電他如果第三季的話 他的營收還有辦法持續增長嗎 像今天華碩他的那個股價 好像就很漂亮 那有沒有 現在追會不會太晚 所以你買旗紅是因為筆電 然後也看到了躍躍 所以現在想用華碩 對 搞懂了 滿厲害的 滿複雜的好了 來 音量 這兩些滿厲害的 那我先回答第一個問題 這個華碩可不可以追 其實華碩今天大漲 是比較很少見的情況 因為他的股價 股性來講比較牛 對 那我建議不要急著追 就是說等大家稍微有回測一點的時候 再來接 那會比較安全一點 第二個問題是說 筆電大廠這個 筆電相關的這個第三季的營收 會不會繼續好 原本大概在第二季的時候 是看很悲觀的 因為想說拉貨都已經拉出來了 第三季可能疫情就開始做降溫 所以筆電需求不會那麼大 可是現在發現不對 各國都一樣 這個除了台灣之外 我們做得很好 其他國家這疫情越來越嚴重 所以像遠距教學 遠距辦公 這個需求都還在 像日本政府 他現在要發給中小學生 一人一台筆電 那個數量就需要2000萬台 2000萬台的筆電 是佔全球筆電的這個產量 大概是13%左右 所以現在很多筆電大廠開始改口了 說第三季展望非常好 華碩昨天開這個法說 他就講了 這個第三季訂單能見度 已經看到了 已經明年上半年訂單能見度 也看到了 可是筆電概念股 我建議大家一個原則 就是說什麼 看大做小 因為像 看大做小 那怎麼做小呢 所以華碩是大 華碩是大 因為小是 小是相關的零組件 大的部分像品牌廠 或是品牌代工廠 音業達 廣達這些 華碩 橫基這些大 它的股性是比較牛的 小的部分它比較活潑 像什麼 像散熱 像齊鴻耀月等等 或者是說鍵盤 像今天2387的晶圓 也是創新高 股價都很活潑 可以去裡面去找一下說 有沒有什麼概念股 是跟筆電有關係 可是股價還沒有完全反映到 位階比較低的 我覺得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這個MOSFI概念股裡面的 8261的副頂 為什麼 因為副頂它的MOSFI 就是做筆電電源開關 它一定要用到的 我這樣講不是說 所有的MOSFI概念股都會大漲 是跟筆電業務有關係的 然後它第二季的財報 上半年的財報 已經賺銀去年一整年的 這個就可以留意 像今天其實 旁邊上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說上半年EPS 賺銀去年一整年 或是接近去年一整年的股票 今天表現都很強 菁姐 我們來看一下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你剛剛講的是 負頂是嗎 對 負頂 我們先看看3017的期 今天為什麼會連續 其中配線也有 對 兩根漲停板 因為它去年一整年 EPS是2.71元 今年上半年就賺了2.16元 快接近去年一整年的 所以股價你可以發現到 今天是漲停板的 你看再看第二檔 第二檔是3645的達賣 去年一整年賺0.82 今年上半年賺1.16 今天股價也是漲停板 有沒有 這是第二檔 你看第三檔 33630上全 昨天分析師有提到這張股票 對不對 它也是一樣 去年EPS1.13元 今年上半年0.95元 那已經快接近去年 已經逼近了 所以今天股價 你看還是漲停板 所以你會發現 今天特色怎麼樣 就是說財報出來很不錯的 跟去年差不多的 有沒有 今天股價都漲停板 那來看一下負頂 剛剛你特別談的負頂 去年EPS是0.68 今年上半年 賺超過去一整年 已經超過了 賺了0.86 股價還算是便宜對不對 因為今天才漲4%多 你看這邊都全部漲停板 那我可以看一下它的形態嗎 我們看它K線的形態 我們看它K線的形態 今天是拉尾盤的 今天拉尾盤 我們注意一個技術分析 通常傳統技術分析裡面 一紅吃三黑 就是很強的 它是一紅吃掉四黑 而且它這波根本沒有漲到 那股價這個地方 剛剛轉強而已 這種形態的股 其實還有一檔股票 最近這幾年也很強 導播可以幫我看 你看它這6191的金層科 6191 對 金層科 你看 一樣 一樣K線形態 這邊一紅吃四黑 突破之後 今天股價又是亮燈漲停板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這個附頂的部分 861附頂的部分 有沒有 一樣的形態 有沒有注意到 一紅吃掉四黑 那如果說這再跳上去的話 可能就是後面就會往上攻擊 那沛山對這一檔有信心嗎 有 有喔 他好像錢很多 他錢很多 我看他賺好多錢 好 所以他是股市的人生勝利組